我意外获得预知未来的能力 带着兄弟炒房 狂赚两个亿 林哥 看来你手里还是有钱的嘛 没把车都卖掉 林哥 你这就小看你弟弟了吧 咱不管是做人还是做事 向来都喜欢给自己留一线 就算亏了那五千万的红酒 也不至于卖车吧 阿冲 你带了多少钱 林哥 咱先不说钱的事 你看看这寿楼处 不说人影吧 连个鬼影都没有 还有那些销售 一个个跟特门丢了魂似的 在这里买房子干嘛 你怎么说话呢 怎么你还不服气 过来咱俩拜拜 人家哪个老百姓买房子 不是攒了一辈子的钱 这一两百万花出去 到头来还得看你们的脸色不成 就你们这种态度 能卖出去才怪 男销售被周冲队的面红耳势 却又没办法反驳 行了吧你 我是让你来赚钱的 不是让你来对人的 你带了多少钱 不要浪费时间 五百万 看来这家伙的确没多少家底了 现在房价多少了 一万六一平 具体分楼层 这样我们买得多 你把经理叫过来 林哥 你真打算在这里买房子 开发新区的事情 周明里和周文年都没告诉他 所以周冲还是有些犹豫 没打算买 只是借这里的房子周转一下 不宜会一个看起来 很精明的男子走不过来 两位好 我叫王兴牛 是紫金圣府的销售部经理 王经理好 一万六一平 我们打算买一百多套 价格能下来吗 一百套 整个年代垂牛针 不用撑的了 这位先生 开玩笑也要有度啊 你这样捣乱 可别怪我不客气 谁跟你开玩笑 去把你们合同拿来 我们现在就签单回付款后 记得给我们跪下来道歉 好啊 这可是你说的 小吴拿合同来 刚好现在也无聊 既然他们这么喜欢玩 那就陪他们玩玩 十分钟后合同整理完毕了 把卡号给我吧 我现在转账了 行行行 我看你们到底装到啥时候 首付已经转过去了 你们查收一下吧 看着转账信息 此时的经理已经傻眼了 行 兄弟你来真的呀 你眼睛瞎了吗 看不见转账记录啊 此时的经理给了自己一个大嘴巴 都怪老弟狗眼看人低 都是我招待不中 我该打 说着又给自己抽了个大嘴巴子 刚不是说买了你就跪下吗 算了阿冲 得饶人处且饶人 你能帮我把这个合同落实清楚就行 兄弟 一定 一定 离开寿楼出后 林明放心等待着事情的发酵 上午去紫金圣府 买了多少房子 我只带了五百万 不过林哥的意思不是买房子 只是签了一下定金合同 一套五万 我一百套 他九十 周明里双眼射出金光 果然是个牛人 罢宁嘀咕什么呢 这次做得不错 多听听那个林明的建议 有机会的话最好带他来见见我 周冲愣住了 活了二十多年 还是第一次见老爷子这么欣赏一个人 九月三号上午九点 蓝岛市市委召开新闻发布会 注重表明要将南部打造成蓝岛市新区 同时也正式开始招商引资 那块被视为荒郊野地的郊区要发达了 林哥 你是不是早就算出了新区会开发的事情 所以你才带我去签订金合同 牛逼啊 林哥简直太牛逼了 好什么呢 生怕别人不知道你要发财了 我靠 我能不高兴吗 我们现在手里可是攥着接近二百套房子啊 紫金圣府的价格至少会翻几倍 我们要是把这些房子全卖出去 那就真发达了 现在去紫金圣府买房子的人肯定挤爆了 我们挑选的都是最好的楼洞和楼层 这就是优势 不过二百套属实有点多了 我们也不能一直在售楼处叫卖 人家能不能相信我们都是两说 还会引起售楼处的反感 我明白林哥的意思 现在肯定有很多草房团在打紫金圣府的主意 我先打听一下 看看有没有人愿意接受我们这二百套 周冲还是很聪明的 一点就通 此时紫金圣府原本空空荡荡的售楼处 这时候忙得火热 而王兴勇现在的心情很复杂 现在房价一下子就翻了五六倍 让他不爽的是昨天那两个一次性 买了接近二百套的家伙 当时认为他们是大冤主 现在只觉得自己才是个大傻茶 一夜之间这个惊喜就变成了惊吓 小王 财务部刚刚进行了紫金汇算 这次因为省府的政策 紫金圣府估计会给我们带来近百亿的利润 这放眼全国楼市都是非常罕见了 你就等着升职吧 然而电话那头越是开心 王兴勇就越是扎心 小王 怎么不说话 程总 我有件事想跟您说一下 昨天有两个人来售楼处 买了一百九十六套房子 每套的房价都是一平一万六 然而电话那头瞬间寂静无声 办公室里也是争落可闻 王兴勇脸上的冷汗开始渗出 一百九十六套 每平一万六 是 是的 这么大的事 你为什么昨天不立刻会报给总部 程总 我也没想到啊 昨天签的只是订金合同 我本想着等他们交起首付或者违款 再给您一个惊喜的 谁知道会突然出现这种变化 等等 你刚才说你们昨天签的是什么合同 订金合同 即被违约金 三倍 仅限于订金吗 对 仅限于订金 立刻打电话通知对方 我们愿意赔付违约金 就是诚信 uns终于 订人 Stu